杨明竟然比肩红衣主教奥尔巴赫 而且还能进军好莱坞 当然在这里还拥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杨明改行当演员 关于这一点 赵继伟在近期的视频中就直接挑明了 当杨明看到赵继伟的这个解说之后 他也无奈地笑了 因为这是弟子对他的认可 不过他这次被捧得太高了 他不仅能够比肩奥尔巴赫 他还成为了世界蓝坛主帅界的四大天王 这个组合除了奥尔巴赫之外 还有波波维奇与菲尔杰克逊这两位名帅 但杨明与这三大传奇巨头比肩的底气究竟是什么呢 随后赵继伟在近期的视频中就详细阐述了此事 杨岛一直是我心目当中最棒的教练员 不仅在中国蓝坛 放眼整个世界蓝坛 我觉得也是神一样的存在 我心目当中世界蓝坛的主教练有四大天王 他们分别是红衣主教奥尔巴赫 禅师菲尔杰克逊 波波维奇 还有就是我们的杨岛 从这里不难发现 赵继伟把杨明抬得很高 根据赵继伟的说法 杨明的身上拥有着前面三大传奇主帅所不具备的特质 他的执教非常温文尔雅 不仅有对比赛运筹帷幄的冷静 还有对球员的温柔体贴 他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弟子们大喊大叫 杨明几乎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就从杨明的颜值 如果转头演艺圈 他极有可能进军好莱坞 当杨明看到赵继伟对自己的评价之后 他显然也笑了 因为他把自己抬得太高了 先不说进军好莱坞的问题 就是比肩奥尔巴赫 伯伯维奇与菲尔杰克逊三人 就将他举到了主帅界的天花板 更何况 杨明还正式终结了自己的教练员生涯 并成为辽宁义胜雪狼篮球俱乐部的总裁 这也就是说 就算杨明能够重返CBA赛场 他也只能出现在观众席 至于说以教练员的身份出现在CBA赛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已经成为了奢望 但他却能够现身在NBL联赛的赛场 只不过 他这次将现身在替补席 不过 通过赵继伟的视频讲解 粉丝们就再度对杨明充满了不舍 因为他只要带领着辽宁队 在当前赛季再度斩获一座总冠军奖杯的话 先不说辽宁队将创造队史上首个三连冠 就连辽宁王朝也将横空出世 但就在上个赛季结束后不久 由于在某些细节方面并没有谈妥 这也就让双方失去了再度合作的可能 就算粉丝们都充满了不舍 然而这件事粉丝们显然已经无力改变 而且就在杨明和辽宁队和平分手后不久 他们在新赛季的教练组就横空出世 这个教练组由乌格洛佩斯 吴庆龙与肯尼斯格兰特这三名教练员俯建而成 但他们真的能够帮助辽宁队勇夺三连冠 并强势建立辽宁王朝吗 就算他们在第一阶段取得了九连胜的战绩 但多支球队都出现了残阵的情况 就像广东、浙江、新疆、北京与上海这几支球队 他们的核心球员显然都因为伤病的原因相继缺阵 这也就让他们的阵容实力遭受了重创 就像上海队 他们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还相继遭遇了两次三连败 这也就让粉丝十分震惊 看来伤病已经成为各队最大的拦路虎 毕竟郭艾伦也不幸中招了